立法院涉环经济委员会经联席审查劳基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晚上10点民进党立委提临时动议将劳基法的修正案保留送院会 会议室突然短暂出现管灯的情形在一片混乱下 执政党立委靠着人数优势表决通过将劳基法的修正案保留送院会 记者王腾议摄影分享 立法院委员会联席审查劳基法修正草案 朝野党团为发言时间及次数毫无交集争吵不休 不断重复上演霸占价离戏码并爆发多次肢体冲突 最后民进党团在晚上进食时发动突袭 将所有条文保留送院会讨论 而在草案送出委员会后即将展开党团协商 全案保留送交院会后 在野党赤地提案交付协商 在经过一个月协商冷冻期后 若朝野无法达成共识 立法院最快在明年1月5日后 就可以在院会表决 由于立法院法定会期 仅到今年12月底 若朝野无法就严会达成共识 民进党团将提出召开临时会 于明年初对这项草案一决 주는词 词없词